记者杨金城台南报道,台南沿水南融科技大学106学年度新生注册率32,17%,全国倒数第二,校长王俊慧今天说,将把目前14个学系在107学年度整拼为11个学系,并加强产学合作,超小而美的科大发展,提升注册率。 副校长刘清卢指出,受少子化冲击以及学生选读意愿倾向服务类别科系,对工科为主的科大较吃亏,但注册率已较去年提升13%左右,夜间不禁修部注册率达100%,未来会更加努力。 南融工专权胜时,全校学生数打6200人,91年升格技术学院时就开始受到少子化和普社大学竞争的冲击。 102年升格南融科大学生数跌破4000人,去年受到前校长黄聪亮涉卖假学历风波,新省注册率被打趴近18%,74%,全国最低,今年注册率提升到32%,17%,但全校学生数再降到2200人。 刘青如强调说,南融没有负债,校务基金有盈余,运作正常,未来持续因应产业需求整并科系,强化招生宣传,和高中职密切结合,开办先修课程,争取学生认同入学。 但学校也涂枯水说,当年未考虑少子化冲击,普社大学造成学生往国立大学科大跑,私立科大处在不公平竞争,对努力办学的私立学校情何以堪? 未来如私校都倒了,会不会只剩公立大学毕业生? 建议教育部松绑工业类科系招生总额,让学校招生公平竞争。